命 劫 难 度 好 那么我们的老祖宗 常叫我们百亲民 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他的亲民是在4月6号 阿摩 有没有 好上面写在2月对吗 华人2月 2月4月6号是18 对不对 2月18对吗 2月18是代表什么 亲民 是亲民吗 不是 因为还要看几点啊 你还没有问我几点 对不对 如果是20点出生呢 是亲民吗 还不知道 20点30多分呢 我没有跟你说30多 我说30多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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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吧这样 你们知道这个滋味啊 就是呢 不可以的计较的 所以要问什么 要很准确就是这样 要很准确 这个是完全100%准确的 好 38分 39分出生的 那么 2月5月6号 这个5月6号 不是不是 4月6号 4月6号20点39分 出生的人 就算是亲民 3月6号 能力2月18 对不对 但是 要算几月 3月 好 所以为什么 清明2月就去拜祖先呢 因为 清明一到 就算3月 那个时候3月 去拜吗 3月初一拜 哎呦 都太迟了 人家清明早就爬到山上去拜 第一个早上 所以 真正拜的时间是20点38分 第一支枪插下去 你的祖先直接operator 收到 Yes Can I help you 啊 对不对 谁还能比我更灵啊 但是 有一些人拜了这 拜20年也不灵呢 为什么 原来他的时间快五分钟 你的时间要很准啊 你不用快五分钟 跟着国际时间的 标准的 那较快 那较快 都先修会丢 那我再教大家一个 比较懒惰的方法啊 就是看到了历春 记住 看到历春灰色 是不是 2月4号2月5号 看到灰色 你就指着那个灰色2月4号 不要太大力 等一下 指着 心要灭一句话 正月 懂吗 翻开第二个 第二遍就是 二月 只要有灰色你就指 但是开始的第一个 就是一定要正月 懂吗 第二个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这样子 懂吗 会不会啊 懂不懂啊 你不明白 容易 了解 好 再来 就是你看到历春 好 我们试试看 随便翻 好 我们翻开 118 118 118的历春在哪里 左边 你一定要看左边 不要看右边 右边是明年 118的历春在哪里 找不到 对啦 在117 很好很好 在2月5号 好 手指着2月5号 手指着3月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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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正月 有没有 诶 真的是立 纯 很准的 12个月一定是很准的 知道吗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不要再被上面的东西骗 什么12月 什么11月 要看节气 超过节气 不必说的 没得谈的 你过节气一分钟 你就是另外一个月了 我不要出生在清明咧 不可以 你已经在清明了 不要来清明不好咧 不可以 没得可以了 知道吗 很好 所以啊 这个啊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本书就是为了要这个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啊 他们算的时候 算的不准就是这样 好 我们试一试 1900年2月18 翻开1900年2月18 十五点出生 十五点出生 大家写下 你们一定要记住 好 19002月18 十五点出生 首先要看的是 注意一下 公元1900对照这个地方 对不对 看正确万年利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看一看 这里 这个小字 再看这个小字 2月18 这是英文 2月18 找到了之后 马上就看到 这蓝色的 19 那是代表农历的 19 那是代表农历的 19 然后直接写19 然后直接写19 在一张纸 把它写在底下 再找到星期日 它的日当之为人虚 我们再写人虚 把它写在日的下面 代表人虚 好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正月 我们看一看 这是属于正月 这是属于正月 正月呢 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正月 把它写在19的旁边 以代表正月19生的 然后 再写一个 它的月份 就叫物营嘛 物营 那物营呢 就把它写在月的下面 代表物营 物营 如果你们觉得写很麻烦 你也可以用剪刀剪那个万年历 那你会买很多本 那月份 好月份 那时到底是什么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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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这里 就叫悟生 你们自己看你们的书本 是不是写着悟生 不要光拿答案 一定要懂 悟生 知不知道 所以他的八字就出来了 我们再试一试 1966年6月19 另外一个 九五点早上出生 首先1900看到了之后 我们就马上找 6月19 阿摩6月19 阿摩6月19 英文的基礼 然后呢 再找23 就是他的农历 23看一下 农历 看到了 农历飘过来这个字 23 23找到了之后呢 我们再找 把23写了之后 马上找什么呢 找他的日甘之 日的甘之 我们叫日注 过来